数千名突尼斯人星期六举行集会 支持执政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党 杰巴里总理威胁 如果他任命一个由没有政治倾向的技术人员组成的内阁的提案被拒绝 他将辞职 杰巴里总理星期六告诉法兰西24小时电视台说 他将在下星期中任命新的内阁成员 他说任命新的独立的内阁部长是必须的 只有这样才能够把托尼斯拯救出他所说的目前的混乱局面 杰巴里总理还说如果他没有得到广泛的政治支持 他已经准备好辞职 反对派对杰巴里总理提出的这个建议表示欢迎 但是伊斯兰复兴运动党的高层拒绝接受这个建议 杰巴里总理是星期三宣布这个决定的 之前一名著名的反对派领导人贝莱德 被身份不明的枪手在家门口枪杀